虽然之前是张大怡的儿子 带执行法官找到的张广民 但当时俩人并没有见面 等张广民回到法院了 俩人才算真正见了面 两人既然碰面了 就研究研究这钱咋还吧 又是要分期给 又说让给免点 这些要求张大怡那边 都能同意吗 那不行啊 你四十少要不行 你这已经 我自己花了一万多块钱 法院判了我九千多块钱 你还要少给我 你还要少给我 你都过一年多了 你还要少给我九千多块钱 你咋想 那我就不要得了 那怎么不颠的嘴说的 你还分四十给我 还要少给我 我利息不要你那就不错了